朋友们大家好 矿源黄斧酸钾一般在作物中 这个应用现在已经使用越来越广泛了 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 矿源黄斧酸钾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看 我手里面拿的这一款 就是一款矿源黄斧酸钾 矿源黄斧酸钾实际上 它里面含有少量的氮磷钾 你比如像氧化钾是12个含量 这些氮磷钾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黄斧酸和斧质酸 那么这些含量可以占到50%左右 它就有一些斧质酸比较多 那么黄斧酸钾在图上中 可以说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 比如咱们经常使用一些化肥以后 包括一些磷或者是一些钾 容易被图上固定 所以说它可以起到 解磷和解钾的一个作用 从而促使土壤中的一个零和钾 然后能够被有效的一个利用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正常这个土壤的一个团体结构 是比较适合咱们做生长的一种布壤结构 那么我们连续使用这个化肥以后 就导致这个土壤结构 导致一些板结的情况出现 比如出现死苗 烂磕 或者是肥料吸收不上去 等等 那么使用这个黄虎酸钾以后呢 都可以去调理这个土壤 同时呢 又可以减轻一些病害的一个发生 就好了